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30秒董车为您带来的本期节目 如果早个五年让您去买一辆自主品牌的缓和动力的车 那估计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疯了 那么就算抛开动力 配置 驾驶品质这些不说 就混动车系统这个复杂程度来说 那个年代的自主品牌的品质确实是一言难尽 而且所以那时候自主品牌也比较冷静 也没有做那些混和动力的车 毕竟谁也不想让车每天都往修理厂跑 回头再给您撂的半道那就更不合算了 而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自主品牌的发展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日新月异 除了保留了高性价比的传统优势之外 在整体产品力的提升上相当明显 同时在售价上依然保持着自主品牌亲民的特性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果您对于混动车有需求的话 那么自主品牌中的那些顶流车型的一些是可以制作选一选的 首先就是最具性价比的一个车型 比亚迪宋普拉斯新能源 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配置 两驱车型采用了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搭配ECVT变动箱的动力动成 发动机最大功率81千瓦 电机最大功率132千瓦 纯电续航分别为51公里和110公里两个版本 个人比较推荐110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 这种配置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城市通行的场景 您可以不用留 那售价区间分别为16.48万元到18.78万元 具体的配置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选择 另外一个就是1.5T方向机搭配ECVT的版本 纯电续航100公里 两款车型 售价分别是20.78万元和21.88万元 如果您对四驱有需求的话 这辆车是有的 您可以选择四驱的车型 损失了10公里的纯电续航 您换来的是比亚迪相当不错的纯电四驱 这个车我确实是好好的开过 而且它的四驱表现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如果您想要更高的配置和更大的空间的话 您可以考虑极力以星远L增程电动版 1.5T方向机搭配三档DHD电动箱的动力工程 相对于ECVT电动箱来说 驾驶感受上更接近于纯电汽车 而且动力的表现也是更好的 同时也是目前新能源的最新技术之一 在内饰配置上三屏幕的设计和更大的空间 也能满足于您对于这种豪华属性的需求 同时在纯电模式下 CLTC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45公里 综合续航方面官方数据已经达到了1300公里 那么看完了这些参数以后 您就会觉得星远L贵有贵的道理 另外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车型 就是摩卡DHT PHEV 两款车型售价分别为29.5万元和31.5万元 虽然售价不是摩卡的优势 但是这辆车几乎倾助了长城汽车所有的技术和信许 作为一款旗舰级的SUV 摩卡能给您的远比您付出的要多 1.5提方向机搭配两档 DHD变动箱的动力总成 搭配大功率单电机或者前后双电机 来实现优秀的驾驶质感 前驱或者是四驱您说了算 只有亲身体验过 您才能理解摩卡的驾驶质感有多么的好 另外在整体的NVS和行驶品质上 摩卡也是相对于前两个车型来说 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虽然价格贵了一些 但是摩卡为您提供的这种优秀的驾驶品质 舒适的内饰和强劲的动力表现 确实值这个售价 那么简单概括一下今天的选择 Song Plus和吉利星远L 都属于那种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 在各自的价格区间内 两辆车的表现都很值得肯定 如果您对于用车的品质有进一步提升的话 摩卡也可以满足您这种 对于豪华车的这种体验 和运动型SUV的性能表现的这种需求 在如今这个时代 自主品牌火轮动力设行 已经非常值得信任了 您花出的每一分钱 其实都是值得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30秒总车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超 咱们下期再见